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艳遇 泪成狗一样的工作 平庸的长相 每天活在领导的斥责之下 他早就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同样的学历 凭什么别人却无所事事拿着高层的收入啊 回到家 心想着可以放松安静一会儿吧 可是看到那还在墙堡当中的儿子 略微臃肿的妻子 儿子的哭闹 妻子的大嗓门的喊叫 他在心里边的这股的无名之火 顿时就发泄出来了 你怎么照顾孩子的 哭什么哭啊 你不就会哄一会儿吗 顿时儿子的哭闹声又大 你怎么不去哄 没用的东西 你要是有钱雇个保姆 能这样吗 听完老婆的咆哮 他踹门而去 阳长就突出了 那晚上是他结婚之后的第一个晚上 不回家了 漫步在大街上 他看着楼上的灯啊 关了一盏又一盏的 他思考了那么多年 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也不少 自己的没用 让妻子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说着啊 他就想着回家就要跟妻子道个歉 走着走着 他看到了一家网吧 情人网吧 哼 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 他好奇的探头 到了门口 想看看里边有多少人 刚刚踏上台阶啊 里边一个男人走得出来 他很有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你好 那个男人也回应他 你好 需要进来玩会儿吗 他想着回家也是吵架 不如进去玩一会儿吧 说完从口袋里边掏出了现金 走到前台 一个长发的女人 头发遮住了半张脸 粉底打得有点厚 看起来啊 很苍白的样子 女人接过了现金 递来给了他一张卡片 他打亮了一下室内 冷冷清清的 零星的几个少年模样 低着头看着电脑屏幕 他们玩着所谓的 现流行的几款游戏 现在这孩子都怎么了 他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 按下了开机键 电脑正在启动当中 零星登陆的腾讯QQ 他登上了自己的QQ 打开了好友联系人 想找个女孩 说说自己的委屈 他想要得到别人的安慰 对陌生人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都是这样的 刚想看看谁在线上啊 一个红色的头像 梦就闪了起来了 这是谁啊 他已经记不清楚 什么时候加了这样的一个好友 他点开了空间 看了看相册 哇 好漂亮的女子 正好和你解了解 他这寂寞的心 美女你好 你好帅哥 怎么还不睡啊 在想你呗 难道美女想我呀 来找我吗 现在 我就在你的附近 来找我吧 好不好吗 帅哥 是吗 他想了想 请想着见面聊的话 感觉会更好吧 他就把地址发了过来 地址 街心花园 次单元 二零一 帅哥 等着你啊 是挺近的啊 他心动了 面对如此稀有的美女的邀请 谁不动心 街心花园 距离自己相隔了两条街 他匆忙了下了机 走出了情人网吧 他捋了捋头了 理了理口袋里的钱 把剩下的五百零四块 也不知道够不够 他怀着忐忑的心 来到了街心花园 楼下的路灯 忽明忽暗 看不清楚几单元 他摸索着找了好久啊 才找到那个四单元 借着手机的灯光 他摸索着上了楼梯 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声拱龙没有亮 猛的呀 又用脚度了一下 还是没有亮光 那声音穿透了楼道 在楼道里边回荡着 回荡着 让他感觉到啊 有一些毛不松人 什么破地方 他在心里边暗骂 可是为了刚刚的那个美人 他还是静止走上了楼梯 走到三楼的时候啊 他发现是二零零 上一楼就是二零一了 他心里边更加的激动了 这步子都加快了 一个劣迹 差点让他摔倒了 仔细地看了一下脚底下 啥也没有 他走上了最后的一截楼梯 他站到了二零一的门口 清了清嗓子 用手按下了门铃 门铃响了 我的一秒 两秒 三秒 五十秒过去了 没有人来开门 操 我是不会耍了吧 他把眼睛凑到了猫眼上 想尝试着看一看那里边 他把眼睛凑上去 黑乎乎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他有点气馁了 突然一只树大地涂了红红的眼睛 就默默地盯着他 吓得一切就缩回了脖子了 紧接着 门被缓缓地打开了 一位妙龄的女子穿着睡裙 出现在门口 他画着妖艳的浓妆 好像专门就是为了迎接他一样 他被请进了房子之内 屋里的摆设很温馨 很舒服的感觉 他坐在沙发上 他有一些拘调 有意无意的呀 他找着一些话题来聊 那个女人坐到她的旁边上 长发掠过她的肩膀 很浓的香水温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了她的腿上 你无聊吗 无聊的人才会找到这里来 那个女人用漂亮的眼睛望着她 嘴唇马上就又贴过来了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一把搂住了那个女人的腰 迎接着那个吻 他的嘴唇触碰到了他的唇上 勾起了他的欲望来了 他的手隔着衣服 揉捏着那个女人的身体 另一只手就要褪去女人的衣服 死鬼 别那么着急 女人把他拉到了床上 脱下了睡裙 他也脱掉了衣服 扑到那女人的身上 看着自己身下的娇喘 他有了很多年都没有的快感 这一番风云过后 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 他回家道歉 很快他就把那个一夜的女人 忘到了脑袋后边 一个午后的星期天 他跟妻子儿子一起去逛公园 遇到了一个道士 那个道士跟他说 你将有大灾难了 他这个人是从来不信这些个东西的 而妻子呢却焦急地问那个道士 怎么了 我丈夫怎么了 这个要问你丈夫自己了 妻子以后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遇到过什么不寻常的事啊 道士也看着他 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的身上有过重的阴气 听道士说完 他就拉着妻子快步地走开了 从那天开始啊 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体有一些不适了 却也是说不出来什么地方不适 却看医生啊 也没有好转 他只觉得他的肚子慢慢地鼓了起来 而且一天比一天大 无奈了 他只好啊 休假待在家里 戳着大肚子 最后走路都不方便了 去超市啊 又偶遇了那天那个道士 他求着那个道士救救他 他早已经对那天的事情后悔莫及了 他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道士 道士叹了口气 唉 早孽啊 你肚子里是他的鬼胎啊 啊 他吓得跌倒在地上 突然肚子一阵地疼痛 不好 看来是要生了 吓得脸色发青 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道士 把他扶进了他的公寓 躺在床上 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 等他睡醒 大肚子已经不见了 听妻子说 他生出了一船大大的黑气 他道士说 那个就是他的怨气 随后 他道士又送给他一张符 打那之后 他开始安分守己 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子了 又再也没再发生过 如此的怪事 好了